這次遊街實現特別展示北角體柳團這個展覽 這個展覽亦是萬遊樂團為北角社區特別思考和研究的問題 生活空間對香港人除了在北角區的市民之外 亦是對全香港市民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和面對的議題 在這個議題下有些藝術家可以提議 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這個議題所帶來的困惑或壓力 例如他們會用輕鬆的手法去處理一個很積極的空間 或者用一些很輕鬆的方法去處理一些農屋的問題 透過他們的啟示大家可以換轉這種心情去面對我們的生活問題 這個構思我接到萬遊樂團 Kerry Edmond 還有Marco 他們本身也有一個展覽的概念在北角和看劉 我也是非常有趣的 他們邀請我做這個規劃 他們都說了給我聽他們的概念 就是說他們想和住屋的問題有關係 以及我們生活的一些價值 在我出發的 所以他們的第一個概念就是這個叫北角看樓 那為甚麼是看樓呢 其實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是一種動作 譬如說你買樓之前要看樓 但是看樓的形式會很細心地留意你們看樓 和社區之間的環境、交通、配套 其實他們也希望用這種思維去展覽 首先我旁邊這個就是壁櫃園 現在它叫做壁櫃園 其實我們都是當它是一個樓盤 它也有自己的形態 整間建築 但是它裡面有一個元素 有一個元素就是櫃筒 那櫃園其實我們都會想像 和我們聯想到是有幾個收藏的關係 包括個人的收藏 或者不止一些社區的歷史 你都可以 或者你的想法都可以收藏起來 我們就會在社區裡面收集到一些 舊的東西 或者可能在其他一些舊區 收入的東西回來 就放進去櫃園裡 那另外一件就是 這個叫做屋架山一號 那這個其實 其實它是一個屋架廠 大約有白色 那裡面就放置很多的生活的物件 那當然有床在那裡 但是也有比如洗手間 或者一些生活的電視 洗手機 或者術櫃 那但是我們就 透過那件事的照片 就 表達一個是櫃圾的空間 這樣的感覺 那 但是另一方面 其實我們也很想諷刺 其實雖然是櫃圾 之餘呢 其實也有一個小天地在這裏 那這件作品其實我們想表達 就是說 就是觀眾可以有一個選擇 他們自己的景觀 那但是景觀這件事 其實都 就是每個人對住屋的要求 可能都不同 其實都不單是景觀的 那可能是 你們周圍的交通 或者想吃些什麼 或者甚至有些人 可能關心他們子裡的教育 那所以其實我們 我們將每一個不同的要求 可能會化在那些的樓盤裡面 那這個工作其實就叫 就是 其實就是想看一下 那些觀眾 那個 意見就是想 買樓還是不買樓呢 那為什麼買樓 為什麼不買樓呢 那這個形式就好像 這些這樣的 就像一些街招 或者像一些 那樣的